一个对眼睛超好的忠诚药 化解眼睛干涩 模糊 怕光 流泪 近视 如果你眼睛经常不舒服 比如说 发酸 发肝 眼睛干涩 甚至发痒 或者是眼屎和红血丝比较多 稍微用眼过度 还可能会出现疼痛 不自觉流泪的情况 对此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忠诚药 就是明目地黄丸 那为什么推荐它呢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干开窍 我们眼睛要想正常的发挥功能 离不开干血的乳氧 就好比燃油灯一样 是需要灯油来滋养灯心 这样才能够燃烧发光 那如果说灯油不足了 就会变暗 一闪一闪的 对于眼睛来说 就可能会出现干涩 模糊或者是胃光流泪等现象 那如果说阴血不足 虚火内生 还可能会出现红肿疼痛 红血丝多的症状 除此之外呢 血须还容易生风 风邪一来就会出现干痒的现象 内风加外风 还很容易把眼泪呢 勾出来 所以说我才和大家分享明目地黄丸 它主要用到了当归白勺 以及枸杞山竹鱼等 可以滋补干血 养精明目的效果 干血充足 那眼睛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然后呢 再用上激励 石绝鸣 单皮等中药 来凉血清热 散风止痛 对于风热 虚热引起的红血丝多 岩屎多 流泪等 具有较好的调理作用 最后崔医生呢 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穴位 来配合中成药 效果会更好 它就是我们脚上的太冲穴 这个穴的名字呢 取的是干经上的 水湿风气 在此处向上冲行 所以才叫的太冲 是我们干经上的圆血 具有疏风清热 疏干泄火的作用 我们平时可以逆时针 早晚揉按五分钟 效果很好 好了 那今天关于眼睛问题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